所以這個部分高明OK 那再來當然底下的話 這個陳曉明就只要把這個跟這個改成3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全部寫完的話 那當然有幾種做法 就是你再增加一個範圍回圈 那範圍回圈的話就第二列 到Ctrl向下 Ctrl向下的話應該50 或者你變成說你可能就是再多一個回圈 不過你會發現這個回圈已經夠兩個回圈 我覺得已經極限了 你如果還要再加一個回圈 也不是不行 但是應該對很多人來說應該是極限了 所以我是建議如果假設 你假設兩個回圈已經沒有辦法招架的話 那其實是可以改的 那要怎麼改 就是除了用這種寫法之外 其實另外呢 所屬單位的寫法 還有另外一個寫法 就是說我們不是藍跟列有沒有 我們其實可以用另外一個寫法 所以我可以把上面這個拿來複製好了 所以我複製之後把它貼下來好了 如果我要改另外一個寫法 叫for each的寫法 for each 所以呢如果將來你要處理的話 我們用for each each for each 那什麼叫for each 顧名思義 h的話就是指的是 我將每一個嘛 所以我要抓的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呢 我只要寫一個回圈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假設要改這個層次的話 不用兩個回圈的話 那我第一個啦 我先把追回圈先拿掉好了 我只要留一個i回圈 然後把i回圈拿來改動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把中間的這一層有沒有 讓它 它是太 你知道嗎 縮排對不對 如果你要讓它回來 就按shift加tab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把這邊的範圍有沒有 因為我剛剛是for i for j 如果你不for i for j的話 你可以打成for each each for each 後面的話 加一個變數 變數名稱的話叫sale 我自己取的 然後呢 在哪個範圍 後面加一個敘述 in in的話就是說 在哪個範圍 那範圍應該還記得吧 用那個range物件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跟他講說 我的範圍在a2到g8這個範圍 所以你把這個範圍 輸入 然後呢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怎麼樣呢 幫你把這個範圍裡面的每一個 ok 那這個意思說 我把這個範圍框起來 有沒有 就在這裡 然後呢 我就把這個框起來的範圍 的每一個資料呢 一個一個的把它帶回來之後 先放在哪裡呢 先放在這個變數裡面 叫做sale 那這個sale不一定叫 這個名稱自己取的 你可以叫其他名稱都可以 叫c也可以 只是sale 這個意思是說 儲存格的意思 把每一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幫我帶回來 所以他理論上第一個會先放 先把鄭小明帶回來 所以sale裡面就放鄭小明 所以呢 我只要怎麼樣 把它給我的這個sale 跟我要比對的高明明資料 沒有 把它做比對 那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還有一點 因為這個跨工作表 所以這個range也一樣 所以記得把這邊range 前面要加一個 序值1 對 這個一定要加 我也常忘記 這個序值1裡面的這個範圍 然後呢 再來的話就是這個地方就不要 不需要用這個敘述了 而是直接打一個sale就可以了 所以他會把這個範圍裡面的 正小明先拿過來 然後跟高明明比 那一定不一樣 不一樣就跳過 要換下一個 陳大明 比 沒有 所以一直翻 到高明明之後的話呢 match了喔 那match之後的話 當然我一樣喔 要把同一列 不是 跟這樣 同一欄 的 這個第一列的資料呢 把它帶回到這個儲存格喔 所以喔 寫法這邊不一樣 那你說喔 這該怎麼寫呢 這裡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我們抓的資料喔 一樣是類似這樣 只是差別在這裡 這個的話喔 就是 從這個sale 這個是指的是那個儲存格嘛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儲存格的欄 是在哪一欄 那這裡的話有一個屬性 叫column 所以你後面的話 就是直接拿這個儲存格的哪一欄 欄的話 屬性應該叫什麼 column 欄的話叫column 也就是說呢 幫我查一下喔 它這個儲存格的欄 是第幾欄啊 所以帶回來的話 應該會去得到g欄 所以呢 這個地方就會 把g的e 資料 帶回到指定的儲存格裡面去 這樣就ok了 所以喔 應該看得懂差異吧 所以我再把剛剛的重點 再 回顧一下 第一個我是先把什麼 把這個程式有沒有 把他直接call過來 然後我改了個名稱 for each 這個step1 step2的話呢 我就先把這個 圈1把它拿掉 為什麼 因為後面其實我們還需要 跑一個for回圈 所以如果再一個for太多了 這邊三個for回圈 所以我想要把 兩個for回圈 並一個for回圈 用for each的話 一取 所以再來的話就是說 用for each 後面記得喔 哪一個儲存格 in 哪一個範圍 然後一個個資料抓下來 最後關鍵是哪一欄喔 後面加一個column 其他都一樣 請各位試試看喔 盡量要理解的 如果 你可以把這個理解出來 哇 那這個可以做 用在非常多的地方上面喔 只要是你要做資料比對 他是沒有規則性的 通通可以比對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